中和四号公园有颗千年铜 不等五月铜花季 已经抢先开花了 油铜花是一种美丽的花卉 也是台湾春季最为盛开的花之一 依据国立图书馆四号公园直栽解说 油铜属长绿桥木 台湾有千年铜及铜油属两个品种 四号公园的木油铜为大几颗油铜 属高大落叶桥木 由于果皮有皱纹 不像三年铜果皮光滑 经济寿命也叫三年铜长 过名之为千年铜 而非真的有千年之寿命 油铜花有三种植株 分别是熊猪 磁猪 磁熊铜猪 熊猪开花后大概一天就掉落 而磁猪会结果留在树上 慢慢长大变成油铜果 磁熊猪则有熊花磁花铜猪 四号公园这棵属于磁熊铜猪 熊花落花整朵 磁花落花是梨棒花 油铜熊花只有一天的寿命 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 纷纷掉落凡尘 为大地铺上五月血 油铜叶片聚长柄 形状成新型货聚三货五裂片 麦网显著 种子可以提炼铜油 是油漆印刷油墨的良好材料 美能油脂散就是用铜油上光的 但种子有毒蛋白及脏素成分 如不胜物食 会引起上吐下泻或休克 油铜是属于大几颗 乌铜则属乌铜科 与油铜非属同一个家族的成员 古书所说凤凰非乌铜不漆 千万别误以为这乌铜就是油铜 有别于千年铜 三年铜是繁殖力强旺的外来种 三年就可长成大树 所以又称为三年铜 如果不拔除 会影响其他树种的生长 以往各家人每年会拔除三年铜 以便种植木耳 但今年来政府每年推广五月铜花季 所以铜花的观光价值已远胜农业经济了 据说日具时代家具制造需大量梧桐木 但种植梧桐会感染醋叶病 且梧桐需二十年才能采收 于是农民便改种三年铜 仿冒无铜出售 被发现后失去经济价值而乏人问津 于是油铜便在丘陵地无限制蔓延 影响了其他树种的生长 所以客家人才会斩油铜 种木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欢迎留言 按赞及订阅 谢谢观赏 下次再见了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